2005年 廖启智被童死的影片一夜爆火 真实的演技 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真的死了 而死前和母亲的通话 更是句句扎心 工作繁忙的他竟然不知道 父亲已经死了一个月了 来不及悲伤的他 再次得到兄弟的噩耗 我的癌症 我的痴吗 不知道 那就没事了 华哥走后 智叔继续淡定地喝着咖啡 但从肩膀的颤抖可以看出 他心里已经善呼喊笑 情绪顶满后 突然爆发 一瞬间 愤怒 绝望 无奈 还有兄弟情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在说动作片没有演技 你就把这个视频拍在他脸上 为了让王宝老底坐穿 华哥费了二虎九牛之力 才抓住了他的犯罪证据 可在护送证人上法庭时 意外却发生了 一辆法拉利以250码的速度奔来 直接把面包车撞了个粉碎 随后一个白发男走下来 手里还握着一把军刀 直接抹了证人的脖子 由于没有人证 因此王宝被当庭释放 醒来后的华哥 连忙跑去查看证人 得知夫妻二人都遇难后 甚至他们年仅五岁的女儿 也可能终身残废 难道没有天理了吗 华哥不顾同事的阻拦 直接开车撞停了王宝 王宝砸坏窗户 没出高尔夫球杆 就在两人要敲碎对方脑袋时 一名交警路过 及时阻止了这场恶斗 可没想到的是 由于撞车导致华哥头部受伤 伤虽然治好了 却被检查出了恶性肿瘤 此时华哥知道 自己没多少时间了 而王宝由于坏事做尽 导致老婆接连流产三次 悲痛之时 华哥找上门来 你听着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盯死你 得了绝症的华哥 行为更加疯狂起来 为了抓住王宝的巴比 华哥决定安排阿三去坐卧底 可阿三知道王宝心狠手辣 如果被发现的话 铁定没命 但华哥的一句话 让阿三还是答应了华哥 当警察 最怕的不是死 是个坏人家的抬不起头 相信我 我不会让我的弟兄出事的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也到了华哥退休的年龄 上面安排了一位新的督察 来接替华哥的位置 他不仅脾气火爆 而且特别能打 就算叶问也不是对手 曾经一拳将一犯打成了傻子 而华哥也开始了 他最后的反击 利用阿三掌握的情报 对王宝进行了疯狂的打击 可当阿乐得到一袋子钱时 他却动了私心 直接将钱藏到了后备箱 而得知消息的王宝 当场暴走 怀疑内部一定有内谷 于是派人暗中调查 眼看华哥就要退休了 他带着马军去熟悉场地 谁知这里全是王宝的小弟 没想到自己打压了王宝三年 他的势力不但没有衰减 反而逐渐壮大 现在更是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 华哥连忙上前阻止 眼看双方即将展开恶战 一阵清脆的声音 让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马军根本不虚 喂 胖胖 明天我来陪女儿 王宝也不是吃素的 开始了他的反击 第二天就接到报警 在野外发现了一具尸体 掀开白布那一刻 华哥彻底崩溃了 看着惨死的兄弟 华哥恨不得直接一枪崩了他 但现实他依旧逍遥法外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事情迎来了转机 一个傻子无意中拍到了一段视频 而这个视频正是王宝杀害阿三的过程 不过看到最后 却发现不是王宝杀的阿三 而是他身边的小弟 但华哥想在临死之前 除掉王宝这个毒瘤 采取了特殊手段 直接将视频的后半段删除 然后让智哥找到拍视频的傻子 恐吓他隐瞒真相 华哥则亲自带人抓捕王宝 你涉嫌与一宗楼杀爱有关 进来正式拘捕你 又是你 今天玩的满月 没到事 今天是我弟兄的死记 说到王宝突然发起了攻击 打得几人一脸猛逼 正当他想下杀手势 马军及时出脚将其拦下 之后二人展开近距离攻击 几回合下来 双方都没有露出破绽 马军想给王宝一个过肩衰 起料对方蹲位太大 一个不小心 反被王宝重重砸在地上 接着王宝越打越猛 形势瞬间逆转 马军只能被动防守 使用索记与王宝周旋 华哥健壮连忙上来帮忙 三人成功拿下王宝 为了让王宝永无翻身之日 华哥直接带着兄弟 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经过几小时的追逐 凶手被逼上了天台 华哥提起棍子就是一顿乱批 想到死去的弟兄 又想起之前死去的证人 再想起无法无天的王宝 华哥将对方往死里揍 最终凶手被一脚踹了下去 真正的凶手直接爆销 可万万没想到 华哥等人的举动 被马军看到 身为警察怎么能做这种事 直接和四人打了起来 幸好智哥掏出手枪 卫城打死你 见马军冷静下来 华哥向他坦白了一切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几个 全部都送进监狱 让人混在逍遥法外 你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们一定是错 你把一个疑犯打成白痴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害了很多人 他该死 他连所有警察都保你 你告诉我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听完华哥这番话 马军陷入了沉思 他决定帮华哥一把 但要定王宝的罪 还差关键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作案时所用的手枪 但杀阿三的手枪没有找到 那就找一把枪 开枪取掉弹头 换走证物 马军连忙陪阿勒去找手枪 华哥则来到证物室 拿走了唯一的证据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却一阵头晕目血 连忙用手接住留下来的鼻血 本以为天衣无缝的局 华哥却败给了一个傻子 原来傻子那里还藏有录像的被笔 给你们投开 就这样 王宝再次被无罪释放 华哥也因此遭到了上司的通缉 没等华哥反应过来 更大的危机即将袭来 前去取枪的阿勒遭了埋伏 一名白发男不停地摆弄着手里的刀 警察 站住 阿勒连忙想要掏枪 却被白发男一刀刺中手臂 随后纵身越过球杆 一个360度大风车 一脚踹在阿勒身上 随后拔出短刀 伴随着一连串的刀法 阿勒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杀手正是王宝手下的顶级杀手 此行的目的就是 灭掉华哥的所有手下 就在他要结果阿勒时 马军赶到 伴随着一阵枪声 七杀把阿勒当成了肉盾 飞快地躲进了墙后 逐渐消失在黑夜中 而马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兄弟死在面前 很快 华哥收到了阿勒的死讯 正当二人悲痛万分时 杀戮依旧还在继续 七杀再次锁定了华哥的手下 在解决完智哥之后 又走向了背对自己的阿明 对着肚子 裤刺就是一刀 等马军赶到的时候 智哥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 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在一次行动中 兄弟三人顺走了王宝的钱 目的就是为了帮华哥抚养女儿 而这个女孩正是当初死去证人的女儿 而华哥知道此事之后 却一直庇护兄弟三人 智哥觉得对不起华哥 有愧于警察的身份 最终智哥在忏悔中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 三个兄弟就这么美了 王宝却依旧逍遥返外 这让马军悲愤不已 于是找到华哥 把刚才发生的都告诉了他 一番深入交流后 两人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王宝血债血偿 随后马军去阿乐车上取钱 却遇到了上司 现在我兄弟死了 我也不能当没事发生 马军直接放下手枪和警徽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华哥已经独自提着袋子 找到了王宝 老天很公平 做错事一定会有后果 华哥却从袋子里面摸出一把手枪 此时的他化身为正义的使者 不断地射向这些恶魔 就在华哥准备前去捡枪时 却被阿杰的匕首又一次刺中 眼看仇人就在眼前 华哥拼尽全力爬向了王宝 用尽最后的力气 挥出了最后一击 却被王宝一把抓住 还不停地转动刀笔 华哥痛得撕心裂肺 突然接到马军电话 马军火速前去 可在路过一个小巷时 七杀手持匕首 正虎势单单地盯着他 马军抽出腰间的甩棍 七杀反手抽刀冲了上来 而接下来的场面 当初没有任何剧本 都是两位武术大家急性发挥 拍摄的太过逼真 叶问甚至打断了四根棍子 疼得无精直哆嗦 双方在激烈地碰撞后 都看清了对方的实力 伴随着七杀的一招白鹤亮尺 一场死战一触即发 七杀直接先发制人 再加上出神入化的刀 给马军开了一道口子 紧接着七杀腾空一跃 打出了蓄力一击 使出一记夺命连环刀 幸好马军及时反应 利用武器长度的优势 直接将七杀击退数目 果然是一寸长一寸强 吃亏的七杀不敢贸然进攻 一番试探性的进攻后 马军突然发力 紧握甩棍 拼命砸向了七杀 随着七杀的一记中刀 双方怒气值直接拉满 开启了对轰模式 正面硬刚起来 此时的马军想起了 那些被七杀残忍杀害的兄弟 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的洪荒之力 最终七杀在马军的重炮轰击下 领取了便当 随后直奔王宝大本 此时华哥已经被高高吊起 马军二话不说 直奔主题 先发制人向王宝发动了攻击 王宝则见招拆招 一番较量下来 两人不分伯仲 不得不说 这个250斤的胖子确实灵 接着二人开始对轰 拳拳到肉 招招见血 两人从台上打到了台下 双方在激战了7781回合后 马军利用柔术将王宝死死损 接着直接掰断他的右手 再送上一招大力金刚角 随后纵身一跃 凌文一脚将王宝踢飞数十秒 最后接上一个华丽的720度转身 利用麒麟臂将王宝重重砸了下去 一套连招直接带走 从王宝身下取出一瓶酒 刚准备享受胜利的喜悦 王宝却突然回光返照 一把抓住马军 直接将他推到楼下 马军重重地摔在一辆车上 当场暴毙 而当王宝看清楚车牌号时 他彻底傻眼 因为车上正是他的老婆和孩子 果然印证了他说过的话 老天很公平 做错事一定会后